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 我们要讨论的是传奇歌手穷 拜亚斯对卡玛拉 哈里斯的支持 并改编了《美丽的美国》歌词来呼吁大家投票 这位83岁的民谣音乐家在视频中将 Crown I Good With Brotherhood改为Crown I Good With Sisterhood 表达了对哈里斯的团结支持 此外 拜亚斯在最近的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上 与多位音乐家合作演出 并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表达了 他对气候危机的担忧 哈里斯也得到了许多音乐和娱乐界知名人士的支持 他的竞选歌曲将使用碧昂斯的《Freedom》 最后 拜亚斯将在即将上映的传记片 《A Complete Unknown》中被饰演 该片讲述了鲍博迪伦的《成名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 一篇来自The Independent的文章 这篇文章讲述了传奇歌手 兼词曲创作人 穷拜亚斯 John Byass 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中 通过音乐表达 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卡玛拉·哈里斯 Kamela Harris的支持 并呼吁粉丝们积极参与投票 首先 让我们详细回顾 一下文章的内容 穷拜亚斯 这位年届83的民谣音乐家 和长期的社会活动家 于7月28日星期天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 自己弹奏原声吉他 并演唱美丽的美洲 America the Beautiful的短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 他有意修改了原歌词中的一句 从Crown I Good With Brotherhood 改为 Crown I Good With Sisterhood 以此表达对哈里斯的支持 和对女性团结的呼吁 他在视频的标题中写道 时局正在变化 让我们用姐妹情谊来加冕你的美好 请在vote.org或headcount.org 注册投票 并投票给蓝色阵营 这一视频的发布 是在拜亚斯7月26日 星期五在纽波特民谣 音乐节上惊喜现身之后 当时他与爱尔兰音乐家 霍奇尔 Hosear 梅威斯·斯台普斯 梅威斯·Staples 纳萨尼尔·雷特利夫 Nathanael Rateliff 爱丽森·罗素 Alison Russell 和麦迪逊·坎宁安 Madison Cunningham 一起演唱了乐队 经典的1968年单曲的Wait 演出以拜亚斯与凯亚·卡特 Kaya Kater 和威廉·普林斯 William Prince 一起演唱的原生版 We Shall Overcome 作为压轴曲目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最近接受 《独立报》的采访时 拜亚斯表达了他 对气候危机下 人类未来的深切担忧 他表示 地球母亲正在愤怒 并质问道 你不能真的责怪他 拜亚斯还谈到了 他的内心恐惧 尤其是对后代未来的忧虑 他在采访中 自嘲地调侃道 如果我们能被气候变化消灭 那我们算是幸运的 因为这样特朗普 就没有时间 设立死亡集中营了 这个黑色幽默的玩笑背后 是他对当前政治环境的 不满与无奈 卡玛拉·哈里斯 不仅得到了拜亚斯的支持 他还获得了众多音乐 和娱乐界知名人士的支持 包括凯蒂·佩里 Katy Perry 艾利安娜格兰德 Ariana Grande等 他也得到了英国流行歌手 扎利XCX Charlie XCX的支持 这引发了一系列的谜音 和病毒式的TikTok视频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还透露 他将使用碧昂斯 B&C的歌曲Freedom 作为他的官方竞选歌曲 这首歌灵感来自美国的民权历史 除此之外 拜亚斯也将在 即将上映的传记片 A Complete Unknown中 由莫妮卡·拜拜罗 Monica Barbaro 饰演 这部影片讲述了 著名音乐家鲍博迪伦 Bob Dylan 成名及其在1965年7月25日转向电声乐器的故事 迪伦由提莫西查拉梅 Timothy Calamette饰演 同时他也是该片的制片人 这部影片计划于2025年1月在英国上映 翻看拜亚斯的历史 不难发现他长期以来 一直是社会正义和政治活动的坚定支持者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 更是一种社会参与和政治声明 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 特别是在美国面临气候危机 种族不平等和政治分裂的情况下 拜亚斯的声音仍然十分重要 且具有影响力 这次他通过音乐和社交媒体 呼吁公众参与大选 支持哈里斯 这不仅仅是对哈里斯个人的支持 更是对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公平社会的期望 拜亚斯在视频中 修改歌词这一举动 象征着对女性力量和团结的肯定 这在哈里斯竞选总统的背景下 尤为重要 哈里斯作为首位 有非裔和亚裔血统的副总统候选人 他的竞选 本身就带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代表着美国社会多元化和进步的方向 拜亚斯选择这首 具有历史意义的歌曲 进行改编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象征意义 拜亚斯的担忧和幽默感 也反映了当前很多美国人的心态 他对气候变化和政治环境的忧虑 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 他用音乐和言论表达 自己对未来的关切 同时也激励更多人 去积极行动 去投票 去改变现状 而哈里斯获得的娱乐界广泛支持 也说明了社会各界对他的认可和期望 音乐和娱乐界人士的支持 不仅能为他的竞选带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也能通过他们的影响力 将更多的信息传递给公众 尤其是年轻一代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竞选团队选择 比昂斯的Freedom作为竞选歌曲 通过音乐传达自由和平等的理念 至于即将上映的传记片 A Complete Unknown 它不仅是一部 关于迪伦的传记片 更是对那个时代音乐变革的致敬 拜亚斯作为其中的重要角色 他的参与 让这部影片更加令人期待 影片的上映 也将为观众提供一个了解 那个时代背景和音乐变革的机会 同时再次展示 拜亚斯在音乐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总的来说 琼·拜亚斯为卡玛拉·哈里斯 改编美丽的美洲 歌词的举动 是他在当前社会和政治背景下 继续发挥自己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他通过音乐表达 对哈里斯的支持和对未来的期望 同时也呼吁公众积极参与投票 他的担忧和幽默感反映了 当前很多人的心态 而他的音乐和活动 则继续激励着更多人去行动 去改变现状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琼·拜亚斯 John Bias 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民谣歌手 词曲创作人 及社会活动家 他以其独特的嗓音 和深厚的情感表达文明 并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 和反战运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拜亚斯的音乐和社会影响力 跨越数十年 至今仍在激励着各地的听众 和活动家 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拜亚斯公开表达了 对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卡玛拉·哈里斯的支持 他于7月28日 发布了一段 自己演唱美丽的美国的视频 并将歌词中的 Crown that good with brotherhood 改为Crown that good with sisterhood 以表达对哈里斯和女性团结的支持 这一视频的发布 正值美国面临重大政治变革之际 呼吁选民注册投票 并支持民主党 这段视频和其改编的歌词 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表达 更是一种政治宣言 展示了拜亚斯一贯以来的社会正义 和政治参与精神 他在视频中 还呼吁选民前往 fought.org或headcount.org 注册投票 并投票给蓝色阵营 及民主党 值得注意的是 拜亚斯的这一行动 并非孤立事件 他在7月26日的 纽波特民谣音乐节上 惊喜现身 与其他音乐家合作 演唱了多首经典作品 包括The Weight和We Shall Overcome 这些演出 不仅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 也强调了 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持续关注 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 拜亚斯表达了 他对气候变化 和未来世代的担忧 他提到自己 有时会在半夜醒来 想到孙女的未来 感到深深的焦虑 他还以黑色幽默的方式 评论到 如果气候变化 能够消灭人类 那么至少特朗普 不会有时间 设立死亡集中营 这种尖锐的批评和幽默 反映了 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 深刻关注和批判 除了拜亚斯 卡玛拉 哈里斯还得到了许多其他音乐和娱乐界知名人士的支持 如凯蒂 佩里 爱丽安娜 格兰德 和扎利XCX 其中 毕昂斯的歌曲 Freedom 被选为哈里斯的官方竞选歌曲 这首歌领感来自美国的民权历史 进一步强化了哈里斯竞选的历史和文化意涵 拜亚斯本人也将在即将上映的传记片 A Complete Unknown中被描绘 该片讲述了鲍博 狄伦成名 及其在1965年7月25日 转向电声乐器的故事 莫尼卡·巴巴罗将饰演拜亚斯 而提莫西·查拉梅将饰演并制作该片 这部影片计划于2025年1月 在英国上映 并预计会吸引大量关注 综上所述 琼·拜亚斯的行动和言论 不禁体现了他一贯的社会正义立场 也为即将到来的选举 带来了音乐和文化的支持 他的音乐和社会活动相辅相成 继续对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听我说 穷拜亚斯这个举动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他改编美丽的美国歌词 将Brotherhood换成Sisterhood 这是对卡玛拉哈里斯的强烈支持 也是对性别平等的坚定呼声 你看拜亚斯可是民谣界的一代宗师啊 他的支持可谓意义深远 这就像莎士比亚在作品中暗喻当时的政治一样 拜亚斯也在用他的音乐为现实发声 这样的举动不仅富有意义 更是激励人心 啊 楚天书 您这是在逗我们开心吗 拜亚斯改个歌词能改变什么 他的支持就像是把一颗糖果丢进大海里 能有多大波兰 而且哈里斯到底能不能胜选还是未知数 这就像当年唐吉赫德里的风车战役 战术看似高妙 实际效益堪忧 拜亚斯的音乐影响力再大 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谢琪琪 你这么说可真是小瞧了音乐的力量 别忘了音乐曾经为我们带来过多少变革 从抗议乐战的歌声到民权运动的旋律 拜亚斯的影响力可不是饭后茶余的谈资 他在民谣音乐节上的表演激励了无数人 这就好比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激励了世代人追求平等与正义 再说了哈里斯的竞选团队选用了 毕阳斯的Freedom 这可是直击人心的选择啊 嘿 楚天说 你这可真是典型的过度解读 你说的那些历史事件 背后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斗争和努力 不是一首歌能改变的 再说了拜亚斯那黑色幽默的玩笑 听起来更像是对现状的无奈调侃 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 这就像《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 虽然智慧过人 但是没实际行动起来 孔明灯再亮也难改大局 拜亚斯的支持不过是个象征性的噱头 不能实际改变什么 齐齐 你这观点太悲观了 社会变革是由无数个小小的行动汇聚而成的 拜亚斯作为音乐界的领军人物 他的举动是种子 会在年轻一代心中发芽 再说 他的民谣音乐节表演 不仅仅是个音乐活动 更是一次社会动员 这就像《红楼梦》李古宝玉的一句好妹妹 勾勒出整个大官员的情感脉络 音乐的力量 尤其是在选举期间 能起到的动员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楚天书 看来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 现实是 选举需要的是资金 宣传和政策 而不是一首改编的歌词 就像在精评美里 潘金莲再怎么风情万种 最后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拜亚斯的动作顶多在微博上掀起一点热度 实际上无济于事 这些明星支持的背后 更多的是话题营销 而非真正的实质性改变 选民们更关心的是能解决 他们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候选人 而不是谁背后有多少大明星支持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